一大清早,姑娘们都早早起床洗书化妆,准备迎接自己的搭档。 诶,看起来都精神饱满嘛,不过这边有位同学还真是有点夸张了。 丽丝同学,是昨晚上太激动了没睡好吧? 化妆老师,真难悯你了,都睡成这样了,你还能坚持化下去。 好啦,醒醒醒醒,该练歌啦。 流行的搭档李伟要明天才过来排练,所以讲义气的李斯兰妮还是先来陪陪好朋友。 别的姑娘今天都略显尽职,但是我们的李斯丹妮还是一如既往的嗨啊。 完了一期之后,李斯直接在TVB睡着了。 拜托啦,李斯,有点状态好不好,你的搭档都开始化妆了。 待会儿要是一连困意的面对帅哥,那可是不礼貌的。 睡醒了,还是要调整状态,先换身衣服再说。 诶,这舞王舞后还真是直接,不用事先交流一下直接练舞,真是专业啊。 练习舞来的李斯丹妮,跟之前的活泼搞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嗯,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。 虽然排练的时候交流不多,但是私底下还是要多多交流,培养默契地。 赶快合影发个微博。 吃完饭还是练舞啊。 现在好像比刚才要自然的多,看来培养默契也是需要时间定。 一起期待双铃合并,膀胀出的激情火花吧。